在內選你現在是美國的自由 大家好我是一名母親一個妻子我也受過教育我有一個博士的學位我住在喬治亞州我跟另外43個人都聯署了我們要求我們的大陪審團可以調查一下我們這次的選舉公正性 同時看一下很多的犯罪行為關於這次的大選很多的控訴我現在心裡面感到非常的激動 我有點憤怒我有點不可置信我也有點疲憊 我們像這樣子平常的公民我們每天努力的工作我們相信我們的政府能夠遵照我們的意願做出正確的行動依據憲法 但是呢我現在感到非常的痛心我對我孩子的未來感到憂慮他們值得住在一個尊重他們的利益的國家不會對他們隱瞞事實不會對他們像木偶一樣對待也不會對於他們的訴求視而不見 我請法院不要視而不見希望他們能夠再召回陪審團看一下證據然後把錯的改正 沒錯我們要把錯的改正我非常喜歡這句話你知道馬丁路德金之前說公正 我們現在我們的司法需要公正 而我們看到我們的法官會有一個答案出來我告訴你大陪審團有多重要他們每個禮拜二都在後面的這個建築物會面 我們希望他們不被干預我們也希望我們也要謝謝Bruce Fine我們也要謝謝Williams作為我們的公關公司在這個流程中 我們的參議院要通過法案其中呢我們的選舉的權利 這個選舉的權利法案應該要被執行所以我們才會要求大陪審團做出行動 好的那現在呢我們會請這一位再上來回答問題 我們又會有個提問的環節 那記者說這一位呢對於大陪審團非常的了解 他說讓我提醒你一下你有這個需要這個真實報道的這個職責 他說是的現在是他比較謙虛那這個Nally先生能不能告訴我們 大陪審團還有我們現在提出聯署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他說呢這是一個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輪子 那這個名字呢然後呢就會被轉到其他的地方 這些人就會出來 去收到質疑 好從那些問題之中呢 他們可能把數字會調下來一點 好他全部選完之後呢他們就會宣誓了 這些都是平凡的美國公民嗎他們是否 他說這就是其中的美麗之處 這些人們呢並不是 因為他們有博士學位啊或者是如何被選出來的 他們來到這裡 他們只是有了常識而已 那這就是此中的美麗之處 這是他們對此的理解 他們對這一切的理解 他們才讓他們挺身而出 那他們去進行這個請願有什麼目標嗎 他說目標呢就是要去保護你和我 他們說呢在這個權力的最頂峰 那些個權力者呢 一定要回到民眾之中才行 因為在聯邦的憲法之中 第五修正案之中 還有在喬治亞的憲法之中 大陪審團呢 它是由人民選擇出來的 它有著所有的權力以及職責 以及責任都是要所属給共赴的 所属給我們這個州的 這是在我們的憲法中明文寫清楚了的 那第五修正案是明言寫出了大陪審團的職責 那如果說大家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直播中直接問我們 那或許他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他說呢我們剛才是在講整個大陪審團的權利 以及如果說他們真的能夠 響應這個請願並且去尋找證據的話 他們對此能夠做些什麼呢 那大陪審團呢 它不僅是有非常龐大的權力 能夠去在一個事實判斷上 作出決定 除此之外呢 他們還有很大的決斷權 去決定得到證據之後 要如何著手處理 那其一呢他們可以提出一個總結 也可以提出一個特別的一個展示 也可以提出一個檢控 那如果說 在1953年在Liberty去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那他們這個公民還能舉行委員會 那雖然他們所聽到的 會發現哦比如說這個警長犯了什麼罪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你要停下來想一想 說如果我們去起訴這個警長的話 那可能他會受到處罰 那但是他最高就判30天 所以他不能這麼做 那他們怎麼做的呢 他們是回過頭來找州長 去把他這個警長 從公職中移除出去 就是說大陪審團是有這樣子的權利的 那讓我問你這個問題 這次的請願 它是具體關注在哪些方面呢 是指示官喬治亞州嗎 以及你們在用什麼證據提出呢 他說你這麼想一想 這一個請願給到大陪審團呢 在這個案件之中 你有鄰居站到一起 喬治亞州 包括肯塔吉州 俄亥俄州 還有紐約 這些個州呢 他們是在我們的請願中 都受到了代表的 而你有的是 是一群的鄰居們 想要讓他們的鄰居們 來自關島 甚至到波多黎格 在美國的所有地方 都聯合到一起 我們正在請求這個大陪審團 全不僅僅看到喬治亞州的狀況 我們希望這個陪審團呢 能夠去看每一個州的 有問題的地方 只要是這個選票過程中 有腐敗狀況的 都要去看一下 比如說賓州了 亞利桑那州了 新墨西哥了 以及其他地方 包括密歇根 還有威斯康辛州等等 他說謝謝你們 那你覺得有多可能 他們會 他們會看到這個案子 他們會繼續往前呢 他說只要他們 不要被政府機構所欺騙的話 就可以了 但是你知道這個事情 在過去是發生過的 這是對我來說 非常深知的一點 美國的律師 他如果像一個大陪審團撒謊的話 告訴他們說 這個人你不用管他了 或者說 他應該把他這個投訴 投到FBI去了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是 對聯邦大陪審團的威脅和恐嚇了 那我知道在2013年 就發生過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不喜歡看到這一點 再重蹈覆轍 而在這個大陪審團的宣誓之下 他們 對聽不聽一個請願 這個事情上 是沒有決斷權的 他們總是要聽的 但是他們聽完之後怎麼做呢 那他們就是他們的事兒了 我對此是沒有任何的給予的 但是關於你把證據給提出來 那這是我要參與其中的 而每一個公民也要理解 當他們去向大陪審團請願的時候 當他們走進這個大陪審團的房間之心的時候 他們站在那裡是作為一個政府的律師 作為一個州的檢察官 就在這個州我們是這樣子的 來看一下觀眾有什麼樣的提問 那你回答到所有我的問題 你想補充些什麼嗎 那所有在觀看的觀眾 如果說你是美國的合法公民的話 而且你非常的疲倦 你的問題得不到回答 而且你對你在電視上所看到的 非常疲倦的時候 那你要知道這並不只是一場大選 而且我們需要對這場大選獲得答案 就是為了每一個人 所有的三億兩千萬美國人 如果說你看到了任何的選舉違規狀況 現在挺身而出並且發聲 這是你們的權利 我們正在為此而奮鬥 你可能在加州 佛州 緬因州 華盛頓 新墨西哥 如果說你看到了這點的話 這是你要參與其中的時刻了 你可以去進行的警院 或者你也可以與你的同伴 所牽手的共同發出警院 或者你可以簽署一個信件 去告訴我們 與我們這44個人站在一起 但請別以為這只是為了喬治亞州 這是為了活在這個美利堅合眾國的人 因為我們是一個合眾國 我們是團結的 所以說不管你是在波羅尼格 還是說你在關島 如果是你覺得你的投票權利受到了違反 而且你無法得到答案的話 你得不到真實的答案的話 你受到虛假宣傳的話 那現在是時候了 讓你挺身而出 作為一個有常識的人 作為我們這個自由的國度的 有主權的公民 我們必須要這麼做 不然的話 如果說他們能夠得逞 他們能夠博取你的第一修正案的權利的話 那遲早遲晚 他們都會去侵犯你的權利法案 你終於現在有原因了 去挺身而出 並且對此反抗 我們需要你們所有的幫助 那感謝你 這是個很好的答案 那感謝Mr.Nally 那現在我想 讓Mr.Net來說幾句 他呢 是帶領了整個運動的 那其他州 在看待觀眾 你想對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可能想請身而出 那你將會 你會向他們解釋呢 他說這些太棒了 J.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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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個聯邦的法官嘛 他應該是在這個領域的專家 給我們帶領的這個法律的流程 所以這是第一點 然後呢 我們Kusha Hughes和Dev Kluxlan 他們呢 有一個臉書上的表演 一個臉書上的節目 他們呢 是能夠把實實的真實的消息 發出來 你知道有些人站在一邊 他們很奇怪 我們如何能夠得到信息呢 所以我們做的就是 說我們將會對大陪審團 提出個情願 因為在Livwood的這個案件之中 包括林伍德的案件 鮑威爾的案件 他們是直接進入到法院的系統之中 但是還仍然沒有得到聆聽 所以說這是公正的 審判過程中的一個缺乏呀 我們看到一個 接一個的案件 在這個戰場中 看到那些個都沒有受理 那我覺得這個法官呢 都在違反他們神聖的誓言 也在違反他們公職的諾言 你必須要聆聽公民的聲音呢 你不可以剝奪他們 公正審理過程的權利啊 所以說我們就提出這個情願 而任何的在50個州的任何一個人 如果想加入其中的話 你看到不合適的狀況的話 那都讓我們把那個視頻 包括母親的女兒啊 他們有這個USB 那如果說這還不是證據的話 那不知道什麼是證據了 以及那喬治亞州的大會 那Zagan他怎麼做的 他是做了一個行政的總結 總結了所有的 宣誓證詞 如果你看到Bissue 所有那些個視頻 其中這個視頻 他就放到了Bissue上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很多不合適的狀況 他們必須要找到那些個宣誓證詞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開始 在公眾助力的時候 在他的這個節目之上 他會再說哦 我進去那裡了 我看到那裡了 因為我不會讓我的自由被剝奪 我們也知道 在這個周務欣的辦公室中 有腐敗的狀況 我們也知道 在我們的州長 我們知道 我們的州長我非常愛他 但是他仍然不會 去召開這個大會 那你為什麼不開呢 你能失去些什麼呢 我們看到我們選舉的官員 他們竟然害怕 去召開喬治亞州的大會 但是我知道這個大會 他直到1月10號才會開會 這太晚了 你知道選舉人團 他早就數過這個票了 在1月6號就要去選這個票了 所以到時候我們都會去DC 去看這些個投票 但是這個大會呢 它是非常具體的 你必須要去取消 對他們選舉結果的認證 因為它是有證據的 在全方位都有證據 指向選舉的干預 包括其他的外國干預 包括中國 俄羅斯 伊朗 這個證據就在那裡 如果說對於我們公民來說 這並不只是關於 你允不允許我們去 這麼做 我們將會生產出來 因為這是代表著我們的國家 代表著我們的孩子 來來來來 來這裡 就像我們的小女孩一樣 她才9歲 你知道我記得我9歲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必須要 去寫我們社會學科的教科書 讓我們的孩子都理解 讓我們為了建造一個完美的共和國 我們要怎麼做 我的名字是Britain 她說Britain 是可以做 這是美國的總統的 這個美國的總統的 你知道 他的出生證明是有意義的 他的簽名是有意義的 他的存在 以及我們所有的孩子們 我們的子子孫孫們 他們是代表著一切 所以說大陪選團 你知道 是主席你們的 開會的日子 他們今天就要開會了 所以他們必須要聆聽我們的聲音 而這並不是一種 那這是我們公民的權利 這是我們公民行使權利的時候 那我想要 Garry也上來說幾句話 對他來說是什麼意義 你好 我是Gregory Howard 我也是一開始的請願者之一 讓他們給我看到這個請願師的時候 我就在我的節目上號召了人民 想問有沒有其他人想要加入 他們在24小時之內 我們就有44個人 已經加入了我們其他的愛國的公民們 而且這也不只是在選票中的問題 也不只是投給川普的問題 這是關於我們如何 和能夠在大陪選團前提出 我們對政府的憂慮 在過去的幾年之中呢 我們都在參與著法庭的案件 我們都是向大陪選團提出上訴的 因為這個地區的檢察官 不讓他們去設立我們的案件 這是干預 你知道這是你要引以政府對抗的地方 無論是你的郡還是說州 還是說聯邦政府 你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被壓碎 正在被否定 而我們的創果者們 他們把大陪審 團賦予了他們這個權利作為最後的一道防線 是保護公民 保護他們的權利 不讓他受到政府的侵蚀 所以說我覺得兩方 在這個政府中的兩者 作為個個體呢 我們也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 所以說如果說這一個受到拒絕的話 那意味著什麼呢 那我們就失去了我們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參與其中 要幫助他們做他們的努力 那嚴峻一次讓我告訴你們 一個公民永遠不會失去他的權利 一個公民無法失去他的權利 因為這個權利是神所赴予的不可被剝奪的人權 我們可以行走 我們可以利用我們可以去買東西 我們去哪都可以 所以說不要感情用事 你就像他剛才說的去看一下我們的憲法 這個憲法之中的寫清楚了 你所擁有的所有的權利 我將會去讓你去看一下憲法 每天就讀一頁 然後呢 然後每一天呢 也花每一天去讀這個權利的法案 然後再用一天去讀這個聯邦的文書 那我告訴你們 他是講了我們美國的創國理念 我們的創國者們 他寫了一份如此精彩的文件 也就是聯邦主義者論文 聯邦黨人文集 他規定了我們所有的權利是不可被剝奪的 我們感謝所有人今天來到這裡 這一切太棒了 但是你們要記住 你是公民的話 你就有不可被剝奪的權利 那我還想問 那你想叫人們參與其中 你想要把這一切號召起來 那他們如何聯繫你呢 他們在家裡看的人能夠做些什麼呢 他說呢 李庫瑟他是週一到週五 在臉書上都有個節目 你可以去他的這個Messenger那裡去聯繫他 那你也可以去在 那David Jackson那裡來聯繫我 我的電郵呢 那我會告訴你這些太重要了 我們必須要為我們的美國總統而祈禱 他是我們的總司令 也就是川普總統 為什麼呢 因為他保護了美國的基本建設 我想要人們去看一下 美國如何是運行的 如果說你知道他如何運行的話 就是人民去運行他的 為了對小商家說幾句話 我們為什麼這麼做的 就是為小商家呀 小商家是我們美國的基本 我們的孩子也是美國的基本 我們的立法也是美國的基本 因為呢 這些都是非常標誌性的立法 我們的投票權也是非常顯著的立法 這一切都要得到執行 所以說是大陪審團 我們請求你去執行我們的權力 讓你去調查去履行你的職責 作為公民的團體去調查這一切 去獨立地進行調查 並且提出犯罪上的檢控 感謝你也祝你們考驗 就像我所說的 這是一個很小的團體 大概7個人在這裡 這裡大概10個人 但是呢 在這個請願之中 有整個44個人 他們正在向這個大陪審團請願 去讓他們去調查 不僅在喬治亞州 在全國各地的舞弊狀況 如果說你想要回去看一下的話 你們也可以參與其中 那感謝你們的觀看 我們在NTT新聞 將會給你帶來最新的消息 也感謝你們的觀看 是的 來看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